应该只剩两三天阳瘦了 你如此年轻便要命丧九泉 我心中感到不忍 所以才会如此啊 师父 我身体健康得很啊 怎么会只能再活两三天呢 是啊师父 我们不相信命这种事的 是啊 我们从来不信这些的 好了小贾 我们赶紧去看看塔吧 于是我们进入古塔 开始进行修缮的工作 然而就在我们进入古塔后不久 突然发现塔内有一条巨蛇 那条蛇应该是真塔的巨蛇 天哪 那是什么 哎呀 好大的一条蛇 天哪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蛇 这座塔位于北方 北方属水 有蛇护卫是正常的 我想这条蛇应该是真塔的巨蛇 我 我不管这条蛇是干什么的 我最怕蛇了 赶快把他打死 对 先打死他再说吧 你们别冲动啊 这条蛇是正塔的 那它一定有灵性 只要我们不伤害它 我想它也不会伤害我们的 嗯 小蒋说的有道理 既然它是正塔之蛇 那我们还是别伤害它比较好 可 可是它在这里 我们 我们要怎么工作 巨蛇 我们要在这里进行古塔修缮的工作 麻烦你让一下地方可以吗 遇到大蛇后的隔几天 我带着老婆孩子坐巴士出去旅游 不幸的是 那台巴士在路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今天我就陪你们俩好好玩玩 过几天 我就得继续古塔修缮的工作了 好啊好啊 爸爸 那你今天可要好好地陪我玩哦 当然了 我答应你了 怎么 那个古塔的工作还没结束吗 是啊 刚结束第一阶段 所以才能有时间陪你们出来走走 过几天我还得回去继续工作呢 哎 老公 我听说 那座古寺里有一位老师傅 看面相特别地准 你有没有遇到他 你气数已尽 应该只剩两三天阳寿了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 啊 那次的车祸 那次的车祸 车上的人 死伤惨重 但我们一家人却都平安无事 后来 当我回到古寺工作室 又遇见了那位老师傅 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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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气数已尽 按理应该是要丧命的 但是 你做过一件好事 有东西救了你一命 这么说 我本来应该是要死于那次车祸的 可是我做过什么吗 究竟是什么救了我呢 啊 难道是那条巨蛇 巨蛇 你救过蛇吗 嗯 于是 我便将那天在古塔里阻止同时杀蛇的事告诉了老师傅 师傅 难道是那条蛇救了我 没错 就是他救了你一命 你当初救了他 他还你一条命 这正是一念之善 历人历吉 嗯 原来如此啊 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 我本来命数一尽 却峰回路转 这都是因为自己当初的一念之善 所以 我奉劝大家不要杀生 一定要心存善念 真是没想到啊 真的有因果报应啊 众善因得善果 看来以后啊 我们可要多多行善了 是啊 再也不能做伤害重生的事了 嗯 哈哈哈 不分大小 不分种类 慈悲救护生命 传达爱 以及对生命的关怀 各位菩萨 我们佛佛 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的生命 从慈悲就断除烦恼 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 解救生命放生 但是有很多生命 没有办法被放生 你要救他 牛 流浪狗 狗生生着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 所以 生命天使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 提供人力 提供财力 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 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 护生园区 也加入护生园区 保护动物的工作 来成为义工 来成为职工 以一个佛教族慈悲的心 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 中华护生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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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中华护生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湛陀石谷的雕刻品可分为佛教造像与装饰艺术两种 早期的作品由于风化残损已经很难辨认 到了中期雕刻艺术更去成熟 晚期则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 因而创造出许多优秀的作品 其中第十九窟雕刻技法纯熟 人物力量充沛 诸为阿湛陀石雕佛像的解除代表 第十九窟约开早于五世纪下半叶 属于后期肢体窟 平面成马蹄形造型 窟外设置庭院 门外闭面及庭院侧臂 有大量的浮雕装饰 以肢体窗两侧的要叉最引人注目 此二项接待宝冠 卷法尘术 眼相庄严 造型显示 细节雕刻极为精致 而龙王像位于庭院右侧臂 及门壁上方 在古印度 龙王与咬叉 同时被视为庇佑子孙繁衍的守护神 两者互位于窟门 貌似有护佑佛教绵延不绝之意 几多王朝时期的雕刻 由于受到陆野院造像的影响 佛像传通兼大义 无凡复一文 神情庄严沉浸 展现出觉悟圣者的禅定之美 佛坐像位于大厅右臂 后方的苏读波基座正面舌龛 内雕立佛像 大厅和侧廊间的列祖主身 柱头及窟顶横梁 遭有许多佛刊 呈现诸佛共聚一堂的庄严景象 阿詹陀第二十六窟位于西段 约开凿于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 为阿詹陀石窟中规模较大的肢体窟 亦是后期洞窟的代表 以精美的雕刻著名 该窟平面成马蹄形 窟外射门廊 窟门上方开有巨大的肢体窗 地面雕刻华丽 窟内大厅环列立柱27根 合处大厅与侧廊 列柱上雕拱眼壁 二者均布满浮雕装饰 大厅后部设速堵波 椭圆形腹波上浮雕灰天 平头上直立伞稍有损坏 基座高大正面开窟 窟内钓一尊以作佛 足踏莲花 窟侧雕有两圈薄衣贴体的礼佛 两侧臂蓝雕有等身大小的佛像 多为三尊形式 地面堪内诸佛皆有高肉计 裸法浓密 面相圆满 肾曲宽厚 着薄衣贴体夹杀 体现几多王朝佛像样式 右臂有释迦摩尼佛 降摩成道的浮雕 佛陀结家辅作 右手下锤掌心向外 坐与愿影 场面壮观 刻画神洞 位于大厅右臂的佛涅槃图 描述佛陀与万籁聚集之夜 为弟子宣说教诲 后辱涅槃的情景 佛座吉祥卧 面带微笑 神态平静祥和 祖尊身长7.27公尺 为极多王朝样式 为印度现存最大的佛涅槃像 祖尊身长7.27公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